今天也是来玩一个小众po的泥 叫pop slim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之前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天 他上初中 可能今天已经上小学了吧 先来玩这个石胶 就是解救了一番 戳了戳感觉还不错 玄日 胶体是比较柔滑 比较吸手指的 有点温柔了 想看哥哥的鼻垫上画画天的 可以啊 有点暖橙色 比较可爱的肤色 哎呀 要起筋了 这个胶体还是可以的吧 就是软弹中带一丝水润 给人一种固含量 不是很高 但是比较Q弹 比较亲肤的感觉 终于可以有自己的工作间了 这胶体怎么反了两次 沉深水之后 怎么感觉有点稀呢 也有一点古早起跑掉的感觉 我最近在认真研究中华料理 昨天买了8颗芹菜 小芹菜这么写一颗 因为那个大芹菜 它不是比较老吗 哎 我就想买小芹菜 小芹菜嫩 感觉从头到尾都能吃 然后炒了满满一大盘 结果 没有一根是不老的 就是它接近根的那部分 那个嫩的那部分 它也是老的 也是塞牙的 感觉像炒了一盘牙签 但是我觉得我最近的 这个料理技术 确实是有点上升了 我马上就变成中华料理王了 呃 纹路一般 细归细 但是有点塌 起完棉之后 感觉没有刚才那么粘手了 颜色是一个橘粉色吧 之前买了条这个颜色 连衣裙特别透 透到杜奇尔的轮廓 隔着三米开外 看了一清二楚 今天夏天 基本上没买什么衣服 就已经到了秋天了 真好 马上就要到了科学学 调整双眼 这起发起的也不是很大啊 这个这个这个纸 本来是不流胶 怎么现在感觉有点流胶了